文创空间最近被炒得很凶 一想事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临近万华龙山寺的东三水街市场 有很多知名小吃 可是很少人知道 在市场旁边有一个市定古迹 叫做心腹市场 80年前落成的时候 它马蹄芹的外观 还有中央自然采光的天井 都非常的前卫 尤其是挑高空间大量开窗 很有新式卫生政策的概念 这个是日治时期的第一座 也是目前仅存的一个案例 最近心腹市场修复完成 对外开放了 未来这里不会卖菜 要招募文创团队进驻 转型成为万华的文化基地 一群高中女生在传统市场内 跳起了舞蹈 沿着小路穿梭一栋栋古迹之间 这里是台北万华 他们是来拜访已经80岁的心腹市场 就抱着对古迹的一种信仰 对阿公阿嬷的一种崇拜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身体 跟他们打造物 那他们在这个地方 传统市场里面 用舞蹈集星 用身体去碰撞 每一个古迹的每一个角落 好像去寻找 曾经在这边居住过的人 曾经在这边留下的历史痕迹 陈永贤也透过摄影录像 重现市场阿嬷们 在这里曾经历的人生风景 工作团队拜访市场齐老 有阿嬷是承接和市场历史一样久 依然在使用的冷房置冰间 还有目睹市场 从集圣到衰微的猪肉炭阿嬷 他们回忆当年 也用美味的家常菜保留传统 这些猪肉菜 或者是阿嬷的这个食物 我们把它转换成 阿嬷的食物记忆 从这些食材里面 从这些料理里面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背后却隐藏了一道 盛程的生命故事 幸福市场落成于1935年 是日治时期第一座 符合卫生政策的现代化市场 加上管理员办公室 置冰房 拥有现存日治时期 公有市场中 最完整的空间脉络 看到这一栋的老市场 可以看到是说 它的开窗非常的多 就是它强调通风 那还有提到说 刚刚讲到的通气孔 就是在屋顶上 就是可以让室内做流通 天井的部分也是 那另外就是水沟 就是当时在他们设立 这个马蹄形的一个 新富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心 跟它的一个特色 落成至今80年的新富市场 修复开放后将进一步火化改造 在那个设计上就增加了 就是第二层楼的一个面积 楼地板面积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结构设计上 是完全是一个可逆性的 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它可以完全拿掉 然后骨鸡还是原来不会损害到它本身 经营团队邀请日本新锐建筑师 长谷川豪 为新富市场量身打造新样貌 结合万华丰富的文化历史 要让居民的生活重心 重回新富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